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爱 2月20日晚 北京冬奥会这场精彩绝伦的冰雪运动盛宴圆满落幕 同一天,不少外国运动员用短视频记录在冬奥村的最后一天 言语中流露着感动与不舍 美国花样滑冰运动员凯特林·霍维耶克来到奥运村的运动员美发沙龙打卡 用镜头记录了洗剪吹的全过程,大赞Tony手艺 视频最后,凯特林还与美发店的工作人员一起开心挥手 美国U型场地单板滑雪女运动员则疯狂打包冰墩墩周边 视频中,配合着音乐节奏 她幽默地将冰墩墩靠垫、钥匙链、玩偶和旗帜一样一样塞进行李箱 留言板中不少外国网友直呼 我还没有一个冰墩墩 爱沙尼亚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凯利·希尔达鲁 则晒出一段尾log,记录了她20日乘坐高铁抵达北京的全程 夸赞中国列车速度快 我们就像在飞一样 美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凯利·马古利斯 则晒出登机返回美国前的一幕 在机场看到冰墩墩牌子,二话不说要带上飞机 爱吃麻辣烫的荷兰姑娘尤塔 穿上了印有自己性的中国冰球队同款队服 并高兴地晒出照片,纪念冬奥会最后一天 该照片目前已获得了15.5万个点赞 21日,结束北京冬奥会之旅的美国运动员阿伦·布隆克 在海外社交媒体照片墙上晒出多张在闭幕式上的照片 他称,北京冬奥会是他所参加过的最好且最有趣的奥运会 并认为这是一次永远难忘的经历 谢谢北京 是出现在外国运动员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 澳大利亚单板滑雪运动员斯科蒂詹姆斯就通过社交平台表达感谢 谢谢邀请我们来北京 根据相关的爆料,闭幕式结束以后 北京奥组委也是按照中国的传统 给来自于世界各国的运动员更为丰富地提供了大量的水饺 各种馅料的都有,多达几十种品类 满足不同运动员需求 为的就是能够让运动员们在离开冬奥村也能够享受中国美食 而按照中国老传统出门饺子进门面 在大家临行之际 能够让每一位运动员吃上一份热腾腾的水饺 也算是送给这些外国友人们的一份真挚祝福 不得不说,北京奥组委的这个举动非常暖心 不过呢,也有人是例外的 比如德国雪橇运动员纳塔利·盖森贝格尔 盖森贝格尔在本届冬奥会上表现出色 拿到了两枚金牌 在他结束比赛回到德国后 面对采访,他反戈一击 说以后再也不来中国了 之前来参加比赛也就是完成任务而已 在盖森贝格尔看来 东奥村的管理太严苛了 强调自己更想去一个度假胜地去比赛 不得不提的是 盖森伯格去年12月曾公开表示 他可能会放弃出战北京冬奥会 但盖森伯格最终还是选择出征北京冬奥 夺冠后他表示 在比赛期间不会说什么 但回国后会说出自己的想法 盖森贝格尔的话一出 立马引发争议 国内的网友纷纷急语回队 那你就别来 你不远外里跑来争这个冠军干嘛 脑残 回去好好享受疫情吧 专制各种不服 提供了这么好的舞台 居然还反咬一口 真让人恶心 北京冬奥会给他的荣誉 他不配 还有中国网友表示 那就不要再来了 煞风景 真的无所谓的 爱咋说咋说 无人在意 有一说一 盖森贝格尔有点不地道了 像北京冬奥会这样的比赛和居住环境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德国男子冰球队长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自己愿意来北京冬奥参加比赛 我是冰球选手去参加比赛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而还有许多运动员也对北京冬奥表达了好感 49岁的德国速华选手贝西施泰因直言安全第一 这里的防疫工作值得肯定 每天核酸很方便 这让我感到安全放心 有意思的是 在盖森贝格尔发表抹黑冬奥会的言论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出手了 巴赫先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非常成功 北京冬奥会的设施冬奥村的配置前所未有 然后在奥运会闭幕式上 巴赫又连续四次用中文感谢中国 他认为北京冬奥会安全又出色 冬奥村设施完善服务一流 巴赫的话击碎谣言大快人心 就问盖森贝格尔脸疼吗 不是自我吹嘘 北京冬奥会是历届冬奥会最安全 最舒适最具有含金量的 在如此大环境下 能成功举办冬奥会 除了中国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在冬奥会开幕式上 成功追星古爱玲的德国运动员 莱昂沃肯斯伯格21日发布视频 回忆自己的快乐冬奥之旅 细节满满 网友一眼认出视频中的苏毅明 以及古爱玲的红帽子 在他分享的视频中 首先出现的就是可爱的冰敦敦和雪茸茸雕塑 正朝着镜头招手 随后他戴着那顶与古爱玲互换的红帽子 与冬奥会的中国工作人员开心合影 这顶红帽子是莱昂在冬奥会开幕式当天 与古爱玲交换而来 莱昂当时特意发文 用拼音打上 我爱我的朋友几个字 视频中还出现了许多别国运动员 包括总是穿一件胸前印有 瑞士国旗的红色连体紧身衣 被中国网友称作瑞士滑雪喜剧人的单板滑雪运动员 尼古拉斯胡贝尔 而不少网友更是惊喜的发现 其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刚满18岁的中国单板小将苏一鸣 苏一鸣头戴护目镜 正对着镜头微笑 还有一张是苏一鸣笑容灿烂的张开双臂 身披中国国旗庆祝的照片 不少网友留言 真有爱 谢谢你们为这届冬奥带来的精彩与欢乐 很高兴大家收获了友谊 2月17日 德国单板滑雪运动员 安妮卡摩根离开冬奥村回国 在回国前 她邀请志愿者与自己跳舞 并记录下美好瞬间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感谢冬奥之旅 以及所有支持帮助自己的人 2月13日 德国单板滑雪女子运动员 莱拉尼·埃特尔 结束了自己的冬奥之旅 启程回家 她在TikTok上 晒出了自己的后期视频 难掩高兴的心情 尽管在赛场上未能摘牌 但这趟冬奥之旅 对莱拉尼来说 依然十分开心 她在社交媒体 不断分享着自己的冬奥村生活 有趣且丰富 玩桌上足球 骑自行车闲逛 晒训练视频 晒比赛场地 和队友拍搞怪视频 2月9日 德国运动员莱昂·沃肯斯伯格 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 自己唱玩冬奥村 VR游戏的视频 并发文表示 根本玩不够 不仅如此 莱拉尼还切实感受到了 中国文化的魅力 和中国人民的友善 2月11日 莱拉尼发布视频 晒出了自己收到的一个特别的礼物 中药香囊 这个香囊绣有福字 底部还带着串珠和流苏 莱拉尼在视频中介绍到 这个特别的礼物 是冬奥村餐厅的一位女员工送给她的 她表示 自己会永远珍藏 不仅如此 莱拉尼还和冬奥村的一位 中国志愿者小姐姐互换了帽子 她在11日发布视频 晒出了自己与志愿者姑娘的合影 配文道 我和冬奥村一位可爱的志愿者小姐姐 换的帽子 莱拉尼对这顶羊毛帽十分喜爱 就连在冬奥村内打台球时 也要带着她 2月13日 莱拉尼启程回国时 她晒出机场后期视频 每个人都累了 睡着了 但我们很好 很开心 视频中 她还戴着这顶羊毛帽 莱拉尼还特地在社交媒体发文 告别自己的冬奥之旅 我简直无法形容 这几天我有多开心 非常感谢所有的支持 和所有令人惊讶的留言 感谢每一个人 我太喜欢滑雪了 能和所有人一起在决赛中滑雪 我真是太兴奋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